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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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约瑟的故事 《创世纪》第41章37节 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 约瑟很不幸 他碰到这么倒霉的事 他被关 他被卖作奴隶 但约瑟又非常的幸运 我们再次说信不信 这是我们偶尔说一说的 我们基督徒不相信命运 我们相信上帝的带领都美好 我说约瑟幸运就是 说约瑟实在是碰到这样一位法老 这个法老是一个外邦人 不是神的儿女 但是神在他身上也有非常深厚的 一般的恩典 使他是一个适货的人 爱财的人 那我们在古今中外看到许多的人 许多的领导者他之所以失败 甚至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的领导者 之所以失败和他之所以是平庸的 就是因为他不能荣裁 他也不适财 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时代 人才 庸才大概都是差不多多 或者说就是比例都是差不多的 可是你看到 你看在我们中国 这个在一个朝代结束的时候 包括在明朝结束的时候 这个明朝的皇帝会说 哎呀怎么都没有可用之降 怎么都没有可用之臣 怎么我身边都是一些窝囊废啊 都不可用啊 没有人才 哎可是为什么在敌人 在强大的敌人那边都是人才呢 可见得有人才的 人才是什么 被你未冤屈于 被你赶走了 你不会用人啊 刘邦项羽也是这样啊 刘邦会用人啊 会用项羽的人啊 项羽不会用人啊 连一个最后的范针都不能用 之前的阴部就更不要说了 能不能用人 在圣经里面 扫罗也是不能用人的人 有那么好的人才大位 他不会用 有人是不会用 有人是看不到 有人是看到他是人才 但是忌妒 今天不管是公司里面也好 学校里面也好 我们看这种情形都非常多 很可惜 当然我们不去多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原因是因为人没有上帝的爱 就忌妒 在这个可怜的世界里面 哎呀 大饼只有那么大 多给了你 我就没有了 你是财呢 我就被忽略了嘛 所以就尽量的排斥人才 我们看太多了 不过法老就不一样 这个法老 神让约瑟碰到 他有眼光 他看到 他觉得约瑟是一个人才 就马上要用 哎 你不要只看到法老 法老 有这样的法老 就有这样的臣仆 法老是一个心胸宽大 能够试人的 对 他还没有认识上帝 或者起码就我们看 他没有认识上帝 但他最少可以认识约瑟 他如果能够认识约瑟 那他以前认识的这些臣仆 他选用这些臣仆 当然也是合他胃口的 也就是说 应当也跟他是类似的 也就是说 应当也是优秀 能够试人的 进诸者赐 进末者赐 我们再一次要说 我们求主让我们进神 我们越接近神 我们越向神 我们越有神的性情 我们越有神的能力 我们越有神的眼光 我们越有神的耳朵 我们越有神的用心 法老如果爱财 他底下的臣仆 也显然的能够爱财 当然不能说每一个 但我们再只说大概 约瑟后来能够做事 做得那么得心应手 包括约瑟的家宅 你应该看到 我想这个法老真是非常了不起 他能用一个外国人 他能用一个外籍人士 我们这都想到 李斯的足克剑 用不用外国的 外面的人 泰山不辞戏土 乃成为大 人才 只要是人才 我都要 那我们怎么能够吸收人才 当然自己胸襟要挂 怎么胸襟要挂 世俗的人也可以胸襟广 基督徒更是胸襟要挂 我们要认识上帝 独一的真神 这方面很窄 但是你进了这个窄门 走下去的路就非常宽大 又有功效又宽大 好 我们就回到法老了 法老和他的臣仆 看到约瑟有这么好的解释 法老没有忌妒 臣仆也没有忌妒 也没有打击 我们看到 尼布贾尼萨时候 或者伯莎莎时候 或者大利乌时候 丹伊里就会被那些庸才嫉妒了 这些人没有 他们以这事为妙 这事其实是件坏事 就是会有七个封年后的 七个荒年 而且荒年更厉害 但是封年荒年算什么 封年不足喜 荒年不足忧 只要有人能解决问题 只要有人能处理那些封年和荒年的问题 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他们看到现在这里有个人 那太妙了 三十八节 法老对臣仆说 像这样的人 有神的灵在他里头 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这叫惊艳 大为佩服 当我们又看到刘备三顾茅庐 这一类的事情 人都希望能找到人才 但是很多领导者只能找到奴才 甚至找到庸才 甚至找到这种在吃喝 这些骗人的事上 好像很棒的事 很是人才 真的在办事 在打仗时 却都是庸才 因为我们真是不能看到人才 当然我们错过最大的人才 就是耶稣 匠人所弃的石头 我们都是匠人 我们看走眼了 我们不知道那个石头 其实是房脚头块石 圣灵光照我们 我们才看得到 但是耶稣却是 可以试人的 他能够看到谁是真以色列人 他能看到他要拣选的是谁 我们再一次求神 让我们有圣灵 所以我们能看到 真正神要我们看到的 这样的人 哇 了不起 了不起在哪里 约瑟是俊美 不错 约瑟在做奴隶 做监牢的那段时间 他是不是也进修 我相信他也进修 他表现出来的是很优秀 这个人是很不错 但是我佩服法老的还是 他看到最重要的 他不是像波提法的妻子 看到约瑟很俊美 他不是波提法 没有看到约瑟值得这么大的保护和相信 法老看到 他不仅是俊美 他不仅是聪明 而且他看到约瑟里面有神的灵 我们再一次说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我们看一个人 看一件事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这我没有看到历史上太多的事了 有些人看到这个人 觉得这个人是人才 有些人看到这个人 觉得这个人是庸才 包俗看到管仲 他知道这个人不是贪 不是贪生怕死 不是怎么样 他知道他这个人 是有才的人 有困难的人 他知道 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 亲爱的朋友 信靠上帝 上帝能看出 我们在他的恩典 在他拣选之下 可以有多好的发挥 你自己看不到的 你甚至连你自己 是罪人都看不到 你更看不到 你这个罪人 在上帝的手里 可以活出多么 圣洁良善 荣耀的 得胜的生活 我们都看不到 哎呀 法老在上帝的恩典下 看到约瑟有神的灵 在他里头 这个神的灵 是什么意思 我们也不晓得 那么法老是一个异教徒 有人说 这不会是耶和华的灵 我们不晓得 但是法老起码看出 约瑟不只是外表俊美 像波提法妻子看到的 他不只是看到 他很优秀 像波提法看到 但是不优秀到 值得他把自己的妻子 的话都不信 而信约瑟 他没有 他觉得他有神的灵 下面这句话 甚至我觉得 他有感恩的心 他对真神 有多少感恩的心 我不知道了 但是神的恩典 可以叫他觉得 这真是很不错 我们再一次要说 法老恐怕过去 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他看到一个人才 他就愿意吸收 而且他会很感谢地觉得 不是我找得到 是送上来的 这句话也对耶 真正能够吸收人才的人 是让人才到你这里来 人才主动地到你这里来 你都不必去找 当然我们不是说 不要去找了 要去找也很重要 我们也在中国历史上说 你去找一个千里马的骨头 都可以让人 把千里马带来 哇 这个人为了千里马 骨头都花这么多钱 为了活的千里马 一定愿意花更多的钱 但是如果我们 真的要得到美好的 让我们自己成为 一个吸引人的人吧 你找不到的 你怎么成为吸引人的人 就是承认自己不行嘛 然后你愿意用重价 重金来聘 来用那些 比你自己更优秀的人 所以你真的要找到人才 你真的要让人才 到你这里来 甚至我们讲白了吧 我们倒不是利用人 你真的要让人 为你笑全马之劳 要让人家把生命都给你 你就爱人嘛 你就谦卑嘛 你就承认自己不好嘛 你承认自己不好 我需要有人来帮助我 你看法老谦卑到一个地步 我们找不到 我们还没有这样的眼光 那么正面的这句话意思就是 这是上帝送来的 这是送上来的 谦卑到一个地步 我连找你的能力都没有 是恩典让我碰到的 或者如果他不知道恩典 他会说这是运气让我碰到的 法老讲这个话实在是很棒 三九节 法老对耶稣说 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 可见没有人像你 这样有聪明 有智慧 我真的要说 神使这个法老离得救 真是不远了 神将这事都指示你 这件事情都指示了你 恐怕法老的意思就是说 指示你比指示我还多 因为照理说 应该是指示我比较多 做梦的法老不是约瑟 法老在传述的时候 可能也有一点失真 再怎么准确 也多多少少 有加油添加 或者错误的地方 可是你对这个梦的了解 解释和解决 那比我好得多了 是 神把这事指示我了 这个在刚才 约瑟所讲的 约瑟华已经要将所做的事 指示了法老了 神已经指示你 神已经很强烈地指示你 很清楚地指示你 两次指示你了 但是指示你的更多 你看 有眼光啊 一个领袖 他只要一眼光 知道这是一个人才 会使用 那就发达了 当然 绝大多数的例子 是既才 是不适才 是排斥人才 可惜可惜可惜 神指示你 没有人像你这样 有聪明智慧 当然也就是说 我也不如你了 当然我不如你 这我们又想到 刘邦的话了 我打仗不如你韩信 不过我能用你 就是了 这是我比你高明的地方 那法老有没有这样的意思 我们不敢说了 但是他很高兴 他也有 当然也说了 我是比你大的 但是完全听你的 我们都听你 言听计从 你好聪明 好有智慧 你有神的灵 法老怎么会看到这一点 你有神的灵 你被上帝指引 你说这可能是捧场的话 应酬的话 但是法老也真有这样的眼光啊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的名都必听从你的话 我的家 法老的家 我想就是宫廷里的吧 哦 有几个法老家里的人 有几个皇帝家里的人 会听宰相 会听老师的话 而在中外的历史里面 这个太子都很难管啊 就算是老臣 虽然忠诚的老臣 管太子是真实的好好管 通常太子也会肆意报复他 上台就把这些人杀掉的 那法老是真的是让约瑟来管 当然约瑟会不会管他家里的事 我不晓得 这种事恐怕连约瑟都不要去碰他 我的名都必听从你 唯有宝座上我比你大 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不知道法老是不是说我坐 坐的时候比你大 但是平常也都要听你的话呢 我坐在宝座上坐王的时候比你大 平常都听你的话呢 不晓得 但是约瑟的忠诚后来一定要表达出来了 约瑟现在的智慧表达出来 各位这两个很重要 智慧和忠诚 我想在历史历代里面 古今中外里面 一个能干的臣子的智慧是都能表达出来的 但是他忠诚恐怕不是表达不出来 而是表达出来了皇帝怎么样也不大信 到最后恐怕还是要杀掉 那这个法老是一直到后来都非常信任约瑟 这是了不起的 不过我们也记得在《初埃及记》里面有讲到 约瑟死了以后 不认识约瑟的法老起来 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那也表示说 不认识约瑟的法老 对约瑟的这个功高正主也是不满意 这我们不去谈它了 我比你大 现在我要让我的家我的名都听你的 你就是你刚刚自己说的 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 我觉得你就是 而且你是上帝派来的 四十一节 法老又对约瑟说 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 戴在约瑟的手上 给他穿上戏麻衣 把金链戴在他颈像上 各位这里的动作 不晓得 看起来 甚至有点像法老自己在做这样的事 如果自己在做这样的事 那当然就是叫人非常佩服 他见约瑟 不过我想 说几分钟可能太短了吧 几个钟头就这样 全权相交托 那你说是冒险也好 你说真是世人也好 我们在中外历史上 当然也看到这种了 有的时候是错误了 像毛泽东提拔那个王洪文 那后来毛泽东有说 哎呀这件事是我错了 这个人还要补课 那毛泽东愿意承认自己错也不错 有人提拔 把一个人提拔起来 可那个人并不是人才 看错了 法老看的是对 然后又有这样的魄力 而且这样 谦卑吧 照这样的写法 好像是法老 自己做 戴在他手上 替他穿衣服 把金链戴上 三个动作 也有点让我们想到 浪子的比喻 把鞋子给他穿 把链子给他戴上去 把这个戒指戴上去 把衣服给他穿 也有点 当然让我们想到以斯帖记 对莫迪改的这个尊崇 约瑟在这个时候 被法老这样后代 就算不是法老亲自这样做 也显然是法老的命令 穿上戴上 戴在约瑟的手上 颈像上 第四十三节 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 喝到在前呼叫说 跪下 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全地 这当然也是 以斯帖记里面有的 另外在但一礼书里面 但一礼被高举的时候 尼布甲尼撒也有这样做 我们基督徒亲看这些了 我们看到上帝看中我们就好了 我们看到在世上的这些起伏 包括但一礼 你想想看 但一礼的起伏 其实比约瑟还要多得多 约瑟一起就不再跌下去了 但一礼还有好多的起伏 你要依靠人间的宠爱 有什么用 人间随时会改变的 但是约瑟在这里 真是很风光了 各位你可以想到 约瑟的辛苦 我们不是说每个基督徒都要有这么 这么戏剧性的起伏 但是我们真的相信 耶稣的死和复活比这还戏剧性 受到最大的羞辱 却得到最大的高升 甚至比这个还要更戏剧性 我们甚至可以强烈地说 当耶稣被定死的时候 受到最大的羞辱和痛苦的时候 还不要等到他复活 已经是身为至高了 因为就在那个时候 他的对上帝的一切的顺服 和上帝的智慧就显出来了 当然在复活的时候 当然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显得更完备了 约瑟现在是人家看到他 看到他的车子的跪下 法老派他治理 埃及全地 四十四节 法老对耶稣说 我是法老 在埃及全地 若没有你的命令 不许人擅自办事 不许人擅自办事 原文是说动手动脚 好像说埃及人 动一个手 都要经过约瑟的同意 把绝对的权利 放在他那里 我们再一次很佩服 法老这样信任约瑟 但是我们也要说 人间我们 没有一个人 可以值得这样的信任 事实上约瑟 值不值得这样的信任 我都不晓得 约瑟有没有滥用他的权利 有没有太大的 被信任以至于他滥用了 我也不敢说 因为在后来 他收据粮食的事上 我想给埃及人一些反感 不过这我们后面再说了 是不是他权力太大 以至于他这样做 或者他觉得法老 对他恩惠太多 他这样做 我们不晓得 但现在 法老是把约瑟高深了 一切要听你的命令 连人动手动脚 都要听你的命令 四十五节 法老又给了约瑟一个名字 然后又给了他一个妻子 这个妻子是 安城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 就是波提法 当然不是那个波提法 显然这个名字很多 祭司的女儿给他为妻 后来我们也看到 摩西也是娶了 米店祭司的女儿 这个让我们 当然就有一点担心了 很多的学者也说 约瑟的信仰到后来怎么样 值得怀疑 因为约瑟好像都没有用过 耶和华只用了上帝这个字 用神没有用耶和华 耶和华是立约的名字 比较轻 神是比较一般的用法 那我们当然相信 从圣经里的字眼来看 耶和华跟神是一样的 约瑟对神是非常的亲近的 但是跟祭司的女儿结婚 祭司的女儿会不会影响到她 摩西也是这样 那祭司的女儿应该没有 对摩西有什么影响 祭司的女儿也就是 其他宗教 受其他宗教影响很深的人 对约瑟有没有影响 我们也没有看到 我在这里只是在说 我们求主帮助 我们相信基督徒 应该跟非基督徒结婚 但是我们也相信 当两个人都不是基督徒 后来有一个人变成基督徒 以后也不必就觉得 自己的配偶怎么不好 我们一样可以 过一个很幸福的婚姻生活 虽然可能因为价值观的改变而不同 但是又因为我们认识了上帝 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爱和智慧 来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配偶 我想也是可以的 我相信约瑟也做到这一点 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讲到 他什么婚姻的生活 他有了权利了 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了 我们当然也记得 尼布甲尼萨给但以理 和他的朋友起名字了 那些名字都是比较不尽的 都是异教神的名字 在这里我想起名字 也表示我有权利 我也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那当然都是法老的想法 我们相信不是法老 是上帝在做的 当然上帝也借着法老做这些事情 又给了你一个婚姻 那么约瑟实在有一个新的开始了 然后约瑟就出去寻行埃及地 他在各地做 那么各地做的事情呢 我相信 当然以他宰相做很多事情 但是当务之急 而很多人可能觉得不是当务之急 就是粮食的事情 当时埃及的整个国家的事情 各位在每一个国家里面 我想恐怕最重要都是国防部 大家最重要就是军事的事情 那么其他会有什么呢 我想经济部很重要 教育部应该很重要 但是恐怕在很多国家里面 也不是那么看重 现在环保的部分 可能会越来越被看重了 会被提高了 不过一般大概最多的 重视的是国防 我们在台湾现在还没有农业部 那在当时呢 法老觉得约瑟要做的 恐怕最重要是农业的事情 其他的军事的建设的 都不如农业这么重要 约瑟就出去寻行了 应该跟丰收有关系 应该跟收拾这些粮食 到仓里也有关系 第四十六节 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 年三十岁 他从埃及法老面前出去 骗刑埃及全地 七个丰年之内 地的出产极其丰盛 约瑟一把一把的都很生动 一大堆一大堆 约瑟拒练埃及地 七个丰年的一切粮食 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 各城周围的田地 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 约瑟积蓄五谷甚多 如同海边的沙 无法计算 因为五谷不可生数 这花了很多时间在讲 约瑟出去所做的事情 他那时候三十岁 他在显然马上就有七个丰年了 出产是非常的多 那这个出产非常的多 丰富 约瑟是不是也加速了 他的出产的多 我也不晓得 因为神让他们丰富 但是就如同在丰富的时候 仍然要收藏 在丰富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不好好耕种 我想我们不能这样懒惰的 他都积蓄起来 约瑟更看重的是收 因为后面七个荒年的恐怖 别人看不到 只有他看到 他所有的工作 主要要做这个事情 那当然我们也想到 我们在丰富的时候 我们也要有所预备 我们并不看到将来的荒年 我们不知道将来是不是荒年 我们有预备 我们没有忧患意识 但是我们注意到 人生的祸福有很多的变化 变化要依靠上帝 不是靠收了有多少的骨子 但是依靠上帝会有行动的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信他人道路 因为学会被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的处于远路 我们也要信他人道路